干了三十多年 回头一望 全是漫长的挫折和煎熬 和大家一样 我也迷茫 我也曾经动摇 甚至放弃过 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不要逃避 你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和失败 甚至那些看似毫无意义 消磨时间的事情 都将成为你最重要的 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很长 永远相信 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不及房众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减多 为了你想 谁人都可以 也会怕有一天天地和我 所以你再会怕葬 你事件是否 也会怕一会儿 没有命 真的 是什么都可以 他们还要重灭 还会怕一会儿 谢谢观看